在麦德林乘坐他们公共交通 是要买一张银色的卡的 这张卡的价格是5100米索 也就是人民币8块8毛8 只能乘坐一次 所有交通工具都可以乘坐 但是如果你要进行二次乘坐 还是要用到这张卡再去充值 只要充2250就好了 也就是人民币3块9左右 现在我们就进来了 所以现在我们去哪里 是安东西还是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麦德林的地铁系统 但这其实是他的轻轨更正确的来说 他们的轨道上非常干净 这里有一张他的图片 这是城市地轨 那天我有看到过的 难道这个也会开到城市当中去吗 看到了吗 这就是他们的缆车系统 连接了每一个区域都是居民的日常交通工具 下面就是他们的地铁 非常干净 现代的地铁 在这一站下来以后 我们就直接来乘坐他们的缆车了 如果这一站是一个工作日子 我们就会坐在那里 哇 等一会儿 你去哪里 我们可以吗 我就这样进来了 一个车厢可以坐六个人 而且这个车厢挺干净的 这是我第一次坐有站台的缆车 我刚刚以为我要下了 然后我朋友告诉我 这只是其中的一站 麦德林整个城市的氛围 给我的感觉 从一开始就非常的紧张 当想要去体验他最引以为豪的公共轨交系统时 就忍不住拉拉街街做伴 此后却被麦德林现代 干净 井然有序和风景遗人的轻轨 缆车所惊艳了 如果没有这套公交 地轨 轻轨 缆车的交通系统 麦德林也不会从贫穷 罪恶的独销老巢 摇身变为哥伦比亚最现代化的旅游都市代表 尤其是他的缆车线路 第一次见到有中间站台停靠的 很新奇 下方的城市在空中看起来也别有一番风味 之前在路上就发现 麦德林城区的房屋大部分都是砖红色的外表 原来如此的一致化 在空中看起来 使得整个城市都融为了一体 连那些破坏的贫民窟房屋都因为融合了整体的观感而不显得突兀 尤其是这条离城区最近的青葵线 中下端的房屋和地面有专门供空中观赏而创造的代表麦德林人生态度的涂鸦和人生真言 中上端是大端的森林 甚至可以看到放牛的场景 而统观青鬼和缆车上的乘客 穿着绝大部分看上去整齐又时尚 一个流浪汉和始皇者都见不着 然而青鬼上的大部分人都捂着自己随身的包 其实这些细节都是不正常的 然而这一次体验 导致此后的胆子愈发的大起来 便独自去了没有任何公共交通的原始森林 在接近天黑时搭乘了一辆招呼我上去的伟类瑞拉人的小货车 接着又发生了后怕的事情 还独自远离城市主流公共交通 穿行安地斯山路北面一个小时 榴莲大麻味道和曼陀罗香味弥漫的麦德林贫民窟 直到山顶居民尽头 到最后终于手机在地铁被偷 国内卡无法巡回 麻烦重重 人往往会被单纯华丽的表象所麻痹 当出了事 才会看到以前忽略的 那些反映内在的细节之处 X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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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